为了奥运会能顺利举行 日本制定了疫苗保护伞计划 立志在奥运会前实现全民免疫 结果被美国和英国联手打脸 别人的疫苗靠不住 自己的疫苗又难产 企业抱怨政府不支持本国疫苗 民众又不信任疫苗 政府在当面甩锅 等欧美试验疫苗没问题后 我们再引进来不是更加安全吗 一手好牌就这样被日本打烂了 日本疫苗到底怎么了 它是如何从疫苗强国堕落成如今这副模样 今天我们就来讲清楚这件事 东京奥运会几乎是在新冠肺炎的眼皮底下 裸奔完成的 连续7天 单日新增超过1000例病毒感染者 其中就包括奥运会运动员 甚至是日本奥运会代表团的工作人员等 可以说 日本先前提出的疫苗保护伞计划 已经失败了 疫苗保护伞源于2020年11月 当时东京奥运会因为疫情 已经决定推迟一年 损失达数百亿美元 为了确保21年的奥运会能如期举行 国际奥运会主席巴赫亲自到日本商谈 商谈的结果其实也很简单 新冠病毒是无法消灭了 只有疫苗才是东京奥运会准时举办的杀手锏 所以日本就制定了疫苗保护伞计划 打算在东京奥运会举办前实现日本社会全民免疫 全民免疫需要大概70%的人口种植疫苗 而日本的人口为1.26亿左右 按照一人两针来算 只需1.7亿剂即可 但是日本政府为了保险起见 在12月就紧急向美国的辉瑞和莫德纳 以及英国的阿斯利康等公司 提前预定了3.14亿剂疫苗 用于疫苗保护伞计划 为了保险起见 日本政府还同时扶持了日本本土的自研疫苗 可以说 国际奥运会和日本政府 对于疫苗计划寄予了极大的重视和厚望 甚至还数次强调会准时举办奥运会 可惜 这又是一个打脸现场 先是美国辉瑞疫苗因为产能缩减 迟迟无法提供疫苗 英国的阿斯利康又被曝出有血霜的风险 吓得日本连用都不敢用 直接甩给了东南亚国家以及某湾 国外进口疫苗受阻 导致本国的疫苗接种率骤降 截止到奥运会开幕时 日本的疫苗接种率仅为24.9% 只完成了原来目标的三分之一 比同样八大国家的英国 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少了一半 至于日本自己的疫苗 就像是扶不起的阿斗几体隐身 直到奥运会开幕前 十多只疫苗仅剩下四只 在临床上慢慢挪移 还远未成功 气得日本著名教授 松普善志直接怼政府和药企 疫苗研发太制后 别人是想做就做 日本是能不做就不做 背对的日本药企也不乐意了 直接甩锅政府 单靠企业自己的力量是有限的 政府没有投入充足的预算 药企根本无力支撑庞大的支出 是政策让疫苗寸步难行 结果日本厚生劳动省主管 根本不以为耻 还翻以为荣 声称 日本疫情控制的 比美国和欧洲要好得多 根本不需要这么早批准疫苗 等到他们在欧美做完试验 验证疫苗可用后 我们再引进来 那不是更加安全吗 我刚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直呼好家伙 欧美企业拿我们隔壁三爷当试验场 日本竟然直接拿欧美当试验场 当时我的心里 好像有那么点被说服了 但是想了想 不对啊 难不成日本自己不需要试验吗 直到我看到了日本接种 灰热疫苗造成500多人死亡时 我才恍然大悟 差点被这个逻辑鬼才给忽悠过去了 不掌握疫苗技术 你连选择性都没有 那么日本民众对疫苗是什么态度呢 其实只有一个 不着急 因为与中国不同 日本民众完全信任疫苗有用的 只有8% 不信任疫苗的反而超过了30% 其他的属于中间派 于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就诞生了 日本政府希望尽快实现全民免疫 却不支持国内的药企 日本药企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也得不到民众的信任 那么问题来了 日本国产疫苗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造成这个问题呢 是日本医疗水平很差吗 其实真不是啊 日本的医疗综合质量还真挺不错的 在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上 日本的医疗水平排名一直稳定在10多位 远胜于中国 而在新药研发能力上 日本近10年的新药研发的数量 也仅次于美国 位列全球第二 实力不俗 如果仅按照医疗水平来算 日本是世界上第一长寿大国 依靠的就是健全的医疗体系 事实上 如果你在往前追溯到整个19世纪 日本的疫苗技术 也一直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当时日本有一位叫 北里柴桑兰的细菌学家 创造了无数个历史 他在1889年 成功培养了破伤风菌 创立了血清疗法 也奠定了日本疫苗 乃至医学技术的基础 到了1980年代 日本的疫苗技术 已经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水动 日本脑炎和白日科等疾病的疫苗技术 远向美国 可以说 日本在疫苗技术这一块 拿了一手好牌 可惜 慢慢地却被打烂了 甚至还造成了 差达30年的疫苗空白期 又被人称为 日本疫苗失去的30年 这30年其实非常狗血 基本上就是 日本药剂不断作妖 日本政府与企业相互甩锅 日本民众与政府相互扯皮的过程 日本疫苗的发展 就像是一部三国演绎 在三者的争斗中 走向了没落 这件事还追溯到二战后 由于日本各种疫苗问题 频繁出现导致的 当时日本二战失败 结束了长达15年的战争 大量的士兵和他们的家属 从国外回来 导致日本国内爆发了 山寒 白猴 麻疹等多种传染病 为了防止传染病扩散 日本政府在1948年6月 颁布了预防接种法 该法案将12种疫苗 纳入必须强制种植的范围 否则会被处以3000日元的惩罚 没想到的是 法案发布不到半年 日本疫苗就出现了重大事故 当年11月 京都地区有68名婴幼儿 在接种白猴疫苗后 发生死亡事故 由于疫苗刚接种 所以社会的关注度很高 日本政府很快就介入了信来 并查明了真相 发现是政府部门和企业 都有问题 白猴疫苗属于灭活疫苗 这是最经典的疫苗生产方式 流程也并不复杂 由企业生产白猴细菌 然后用福尔玛林灭活 稀释后钻到瓶子里 在由政府的检测部门 后生省进行抽检 由于量太大 这个抽检的概率并不高 一般是在1000个瓶子里 抽检8% 结果这个过程出现了制度问题 由于企业生产操作不当 导致白猴疫苗里的一部分白猴细菌 产生了有毒的物质 但是政府部门在检测的时候 并没有抽检到 这批有质量问题的疫苗 导致这批有问题的疫苗 流向了市场 在查明问题后 政府开始着手定则赔偿 但是在定则的时候 双方却开始骂娘了 小猴事件确定责任后 已经没有了其他的争议 就只剩下赔偿问题了 然后受害者家属组成了 白猴一族同盟 把日本政府和企业都给告了 结果政府却不乐意了 我虽然有责任 但是你也不能告我呀 不然我作为政府的威信在哪里 所以国家法务省 就亲自出面威胁受害者同盟 迫使受害者同盟 选择了庭外和解 你会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问题 明明责任都已经定下来了 国家确实是有问题 正常选择法律来解决问题 不是挺正常的一件事吗 为啥他们还要多此一举呢 你会发现 日本后生省遇到问题 先逃避 日本企业遇到问题 也一样逃避 所以日本在逃避责任这一方面 特别突出 不管是逃避战后责任 还是逃避疫苗责任 日本一直是能甩就甩 比如上面的白猴事件 查明原因的确是疫苗事故 同期的日本 还有很多是没有查明原因的 疫苗后遗症 在1946年的后两年里 日本有5000万人接种疫苗 结果数百人出现严重问题 原因又一直查不清楚 于是日本将其归纳为特殊体质 意思就是 疫苗会因为人的体质不同 导致出现不良反应 这个说法只是一部分正确 疫苗主要是灭活的病毒 通过刺激人体产生抗体 反过来杀死病毒 这个时候就有两个问题 第一 这个灭活病毒是否真的可靠 不可靠可能会导致人体承受不住 第二是 每个人的体质不同 有些人对这个灭活的病毒过敏 有些人不会产生抗体 有些人又对病原体非常敏感 所以有些反应严重的人 是真的会死亡 我们去接种疫苗时 医生都会要求我们 休息半个小时再走 就是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这两者是有本质的区别 前者是政府的责任 后者是患者本身的特殊体质 也就是说 日本后生省的说法 其实是在变相的甩锅 是不是灭活病毒的问题 普通人根本不知道 只能由政府机构受了算 在此后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 只要发生不是非常明确的疫苗事故 就被认定是接种者自己的体制问题 于是尴尬的事情发生了 不接种疫苗可能不会死 但接种疫苗可能会是那个死亡的人 这种现象被很多人称为恶魔的抽签 但是日本又是行使强制种植的制度 也就是说 所有人都必须接受恶魔抽签 抽到谁 谁不是死就是残 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贵 相当的公平 到了1960年代的中后期 恶魔抽签的现象更加严重 日本全国每年有几十人 因为种植牛豆而牺牲 巅峰时 连续出现多个城市集中爆发的现象 日本政府一开始还企图用体制问题甩锅 然后民众就不乐意了 他们组织了全国种豆受害者组织 通过媒体的渲染 将这件事闹成了全国性事件 日本厚生省被迫承认 种植牛豆确实会引起脑炎麻疹等问题 变相承认 就算是好的疫苗也会有问题 1974年 日本发生了严重的白百破疫苗事故 白百破是白火和破伤疯狼唯一的疫苗 它在临床试验时 又发热红疹等不良反应 但是它的性能很优秀 又因为白日科的发病率比较高 所以日本厚生省经过权衡之后 还是在1968年 将它纳入预防接种法案 正是这个决定 却给日本带来了沉通的教训 日本在一天内出现了两例婴儿 因为接种白百破死亡的案例 日本政府被迫紧急停止了疫苗的接种 在停用两年后 才有条件的重新启用 但是人们对于疫苗的信任 已经大大降低 到了1979年 有一万人感染了白日科 倒退到十年前的水平 日本在这十年内 除了数人死亡外 一无所获 也间接促成了疫苗接种制度的改革 1976年 日本宣布将原本强制性 有处罚性的种植制度 改成没有处罚的种植制度 并且疫苗后遗症 也将由日本政府进行相应的赔偿 自此 日本的疫苗事故赔偿制度才算完善 可惜赔偿法是完善了 但是日本的疫苗问题 却才刚刚开始 1987年 日本开始强制接种 麻腮风三连疫苗 麻腮风是麻疹 腮腺腺炎和麻疯三种疫苗的结合体 其中 腮腺炎和麻疹疫苗是引进德国的 在使用麻腮风疫苗的过程中 不良反应率一直居高不下 每900名婴儿 就有一名会产生不良反应 是实验数据的2000倍 甚至还爆发了罕见的非病毒系脑膜炎 日本民众不断地向政府抗议 请求终止该疫苗 但是日本政府并没有接受 而是改用另外一种麻腮风疫苗 但效果依然有限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93年 才被迫停止注射麻塞风疫苗 但很可惜 这时候已经晚了 在这数年的时间内 日本有180万新生儿接种了疫苗 大概有1700多人 染上无菌性脑膜炎 惨痛的疫苗事故 引发了民众的恐慌和抗疫 并且大量的患者向政府上诉 索要赔偿 1994年 日本迫于压力 将原本强制要求种植的疫苗制度 改为义务接种 这件事对于日本的影响非常大 甚至可以说 日本民众已经有了心理阴影 为了不让疫苗事故再次出现 他们对引进的疫苗 设置了极为严格的审批程序 保持外国的疫苗进入日本十分困难 在此后16年的时间里 日本总共才引进了两种新疫苗 这段时间也被称作疫苗空白期 并且在国内也采用当一的疫苗供应商 很多疫苗企业得不到日本政府的支持 日本疫苗研发开始走向了衰退 但这还不是日本疫苗崩溃的直接原因 麻风塞疫苗事件接近过了两年 日本又爆发了更严重的乙肝艾滋病事件 这件事相当复杂 最开始的源头并非是日本疫苗领域 而是同为生物制药领域的几家中心血栈企业 这边要解释一下 日本制药企业血腥来源的几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上世纪50年代 日本各大血栈在自己国内 通过有偿方式收集血液 这段时期 血液健康状况非常不稳定 一些肝炎营养不良的人为了钱都去捐赠 导致日本血清栈出现了大量的传染病 然后日本政府就废除了有偿献血的方式 第二个时期是1970年代 日本血清来源走向正规 由于采用无偿的方式 还有例行检查等 血清的价格反而贵了 为了缩减成本 各大血栈将目光投向了美国 彼时美国还没实行无偿献血的模式 所以进口美国血清的价格比日本便宜了数倍 第三个时期就是20世纪80年代 有偿献血吸引了很多美国穷人和病患 他们中的各种传染病都流入了美国各大血栈 到了1981年 美国国内爆发艾滋病 有一些艾滋病患者也会去献血 为了避免艾滋血液传染 但是美国一般采用 加热消毒血清来制备药剂 但是日本的几家血清制药企业 为了节约成本 却故意视若不见 放任有病毒的血液流入日本市场 在随后的几年内 陆续有人因为使用血栈的血液而染病 尤其是血有病患者 由于需要大烂的血液成了重灾区 大概有1800名血有病患者感染了艾滋病 其中有600多名患者因此而散生 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恐慌 但是日本疫苗企业血清制药厂 全部否认这件事 他们甚至贿赂学者 官员 证明不加热也不会传染 试图掩盖真相 于是一场拉锯战开始了 从1989年开始 患者的团队规模越来越大 他们不断向法院起诉政府和制药公司 一共历时7年 厚生省大臣才于1996年 宣布开始彻查死事 真相才慢慢浮出水面 由于这是一起要害事件 所以又被称为要害艾滋事件 要害艾滋事件后 日本厚生省公开拘功道歉 但是这起事故的后续影响 才刚刚开始 日本政府不但赔偿了数万亿日元 而且厚生省的生物制纪负责人 也因此被不入狱 自此 不但日本政府开始有了阴影 连主管疫苗的厚生省官员 也有了阴影 对于他们来说 犯错的是企业 受贿的是政治家 但是当替罪羊的却是自己 秉承着不做就不会犯错的理念 厚生劳动省的官员 对疫苗的任何事情能卡就卡 不能卡的就超严格审核 导致日本疫苗研发速度 普遍落后欧美数十年 日本疫苗就在这种环境中 狂奔了30年 又被称为日本疫苗空白的30年 其实疫苗问题各个国家都有遇到 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 类似的事情都有发生 像日本政府这样 直接躺赢的情况却很少 比如美国02年时 发生了探剧疫苗事故 美国借此完善了各个方面的保障 日本的预防接种法 像一个紧箍咒 保障了人民的利益 也禁锢了日期的活力 官员的佛系 才是压死日本疫苗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这30年里 日本民众如惊弓之鸟 谈疫苗色变 普遍对日本疫苗不信任 日本政府则如老僧作定 既不做事也不承担责任 最痛苦的就是日本的疫苗企业 大量的疫苗企业在此进行破产 2011年 北里第一三共疫苗公司生产的疫苗 被告知不符合政府标准 被迫召回 直接导致了219亿日元的损失 公司于2019年被迫解散 2017年 疫苗制造商UMN Pharma 投资100亿日元新建工程 结果被政府以缺乏连传意义为由 驳回申请 100亿的投资也达了水漂 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下 被业内巨头 隐隐一支药收购 日本疫苗企业在经历了多次失败后 人才开始流失 产业链也并且崩溃 国内的病毒研究所 也仅剩下了一家 在这段时间内 日起研究疫苗的欲望也慢慢减弱 他们开始走向了两个极端 一个是绕开日本本土 研究的疫苗直接在国外上市 比如五田药品工业的登革热 田边三菱制药的烟桥疫苗等等 还有一个则是直接转型 他们不再以研究疫苗的防疫为主 而是转向医疗 服务人口老龄化严重的群体 这样既不用大额的投入 也不用承担技术事故的风险 还可以治病安心挣钱 一举三得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 一场疫苗战争来了 所谓扬兵千日用兵一时 当各国都在展示自己的底蕴时 日本政府这才发现 自己疫苗技术竟然已经荒废了30年 连进口的疫苗都没有注射器可以用 日本政府终于尝到了没有疫苗的痛处 决定改变疫苗战略 2021年6月 日本内阁会议上决定了 强扶持日本国产疫苗研究开发 和加快钥匙审批 为此他们还设置了疫苗单单大成 然而日本能成功吗 很显然 并不能 日本政府仅仅只是把研发疫苗 单做医疗项目来考虑 但是很多国家是把研发疫苗 放在了国家安全 工业发展前提来考虑 定位不同 资金和政策的扶持自然就不同了 这方面日本与其他国家相比 劣势可不是只有一点点 日本政府为新冠疫苗研发生产的投入 仅为18.5亿美元 同期的美国是日本的10倍 中国也是日本的5倍以上 资金投入少 临船试验自然就慢 而且不止是慢 是根本没有人给日本企业当试验品 日本民众普遍对疫苗不信任 在有辉瑞、莫德纳 甚至更多即将投产的疫苗 可以选择的情况下 日本连临床的试验人员都找不齐 就算临床过了 日本的疫苗企业、政府、科研机构 也是脱节的 即便研发出来 也没有足够的原材料 来生产大量的疫苗 而且就算是生产出来了 卖给谁也是个大问题 仅仅日本本身就进口了3亿剂疫苗 这些疫苗足够日本本国使用 日本企业生产出来的疫苗 只能用于出口 但问题是 其他国家早就抢购好了疫苗 等日本疫苗出来了 估计黄花菜都凉了 日本正在为自己的不作为 而付出代价 日本疫苗已经空白了30年 如果不及时改变 将来或许会朝着空白40年 甚至空白50年发展 当然 这一切就让时间来证明吧 好了 我是熊猫 我们下期见